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可以是我们天生属于油性的发质就会有滋液性肥炎 其实原理就是我们头有分泌过多就会滋养了一只无害的真菌 就是真菌本身没什么大的毒性 当它滋生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皮肤的免疫系统不是很喜欢它们 就会有一个免疫反应想打走它 同时就会攻击了自己头皮的皮肤 因此它是红 肿 痕 和脱头皮舌 所以我们经常都熬夜 经常都精神压力很大 工作压力很大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头油分泌都会多些 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这样洗走过多的油脂 就会衍生了刚才所说的滋液性肥炎 有多头皮舌会脱出来了 很多时候男士的确看到头发的机会就会高些 很多时候男士的确看到头发的机会就会高些 这个也很有机会是一个男性可疑猛性脱发的一个表情 我们处理自己的头皮皮肤做得不好的话 譬如染上了 或者幻想了 滋液性肥炎的话 其实脱头发也会再多些 可能是染完发之后 7至14天就会觉得头皮很痕 很肿 脱很多头皮舌 然后本身如果我们有脱头发的情况的话 就会令它更加加剧了 首先就要处理我们自己头皮的油脂的分泌 第一处理自己的压力 有充足的休息时间 头油分泌就会减少 就是减少一些油性 即是发质用的洗头水 意思就是清洁性比较高 能够将多余的油脂洗走的这些洗发水就会好了 另外如果真的油性发质的病人 就不适合用护发素 因为就会令到油脂的情况更加差 甚至乎闭塞了毛孔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最常见 都是人的男性可疑猛性脱发 医生可以透过处方一些 比如含有咖啡因的洗头水 有些医药的生发水 真的可以增加头皮皮肤的血液循患 可以增加头发的生长 医生也会根据个别的情况 亦想处方一些调节男性荷尔蒙的药物 都是相当之有效的